台北市警方一臨破壞好幾個詐騙集團 發現在第一時間要攔阻被害人要匯款的時候 都會有個共同點 就是常常會被回嗆 有的甚至跺腳大罵警察 說不要鬧了 跟你無關 或者在銀行大聲嚷嚷說 這是我的錢 這是我的自由 讓辦人員相當無奈 他現在把錢給你 然後你到時候被騙走 你這樣不就是害銀行嗎 夫人在銀行櫃台氣到跺腳 罵袁警不要鬧了 因為翔領90萬元卻被阻止 剛剛要匯人的帳戶 在其他銀行射擊詐騙案件 已經被通報了 聲稱錢是要給朋友 但袁警一查帳戶 發現對方根本是詐騙集團 執迷不悟的還有他 你到底是不是 對客戶有沒有意見還是怎麼樣 他們是關心你啊 一開口就怒轟行員 因為要領30萬元 原本說是要匯給朋友 但又拿不出對話紀錄 後來又改口說是要購物 你的錢錢是我的幹嘛要這樣子 質疑行員對顧客不信任 話這麼多 他們全都是誤信假投資詐騙 掉入陷阱卻渾然不知 誰來勸一概沒用 被害人低時間都回搶 有女子甚至花了200多萬元 投資虛擬貨幣通通被騙走 開始他其實就是像朋友一樣 就是會先跟你聊一些 續航問暖啊 聊完之後他就說 我從你先生得知說 你也想要了解 就是我們現在在操作的一個案子 那你要不要就是我跟你分享一下 那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詐騙集團話數多 還會提供假契約 工程報價單等等 警方宣導再宣導 不讓更多人掉進全套裡 藉王智英 陳冠銘 台北報導